警方近來為了要全力追棄陳福祥 野雷利風行的戒備擴大連檢 19號傍晚台北市保大遠景 在萬華環河南路跟桂林路口執行路檢 發現了一名騎士他神情很慌張 要他停下來接受盤查 才發現他身上是藏毒又藏槍 他告訴警方幾天前在夜店 跟一個通緝犯買毒品 沒想到對方說要跑路 逼他連槍一起買下來 你這邊有什麼東西你自己要拿出來交 交給警察是不是 面對警方難查男子乖乖就範 還打開機車坐墊 還打開包包裡拿出一個黑色的夾連帶 原來這個機車騎士不僅身上攜帶毒品 幾乎箱裡還藏了把槍 試試了喔 這改的啦 改的啦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我剛拿回來的 東西 對 還有藥是不是 對 一看見有槍警方不敢大意 右手護槍 左手牢牢抓住嫌犯的手 就是擔心他還常有槍械氣體襲警 19號傍晚 寶大警員在萬華環河南路 和桂林路口執行入檢 發現他神色慌張 才查出他身上藏毒又藏槍 嫌犯告訴警方 前幾天在夜店 和一名叫阿達的男子 購買安非他命 阿達說他正在跑路 需要很多錢 逼迫他連改造手槍一起買 因為陳福祥在西門町犯下雙屍案 專案小組全面追棄 連帶逼使警方進來全力戒備擴大零件 接連破獲大批的地下軍火庫 雷厲風行 封城掃毒優術槍 要逼得陳福祥走投無路 面對司法制裁 記者黃志 台北查報道